我现在联系不到 家人们 我这个手机在开直播 我们都想让他早点 把他家里面的那些事处理完 回到乐山 对不对 就可以天天开直播了 你都就没有看 对啊 我们都多久没看到了 对吧 他得把他手里面的这些事 给处理完 回乐山就能够 没事直直播 搞搞工作 对不对 我说有没有到你 他不他不来到这个城市 我不可能 我不可能天天去在山里面 跟他一起待着呀 对不对 我要阿子等我五年 结婚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需要彼此的 磨合 了解 融入 越看越好看 对 是的 越看越好看 阿姨说过两天回家 让姐姐出来 阿姨说这句话是真的是成长了 对不对 家人们 阿姨能说出这样的话 是真的成长了 之前 家人们很迫切 我跟阿姨表白 说给他一颗定心丸 不然的话 他的心一直放不下来 那我想想 对吧 给他也没所谓 毕竟我觉得这个女孩子是真的不错 然后我也愿意照顾他 我也挺喜欢他的 所以给了他一颗定心丸 但是毕竟我跟他认识的时间还不是很长 那多一些时间的互相了解 多一些时间的互相 这个磨合 是非常好的 也是彼此对彼此负责任的一个表现 对不对 咱们粉丝登牌有没有七级八级以上 七八级的八九级的上来连连卖 有没有粉丝等级七八级八九级的 咱们申请连卖 大娘三的小姑娘结婚都找我 我了解过 很多很多二十岁左右就结婚了 或者说很年纪小 他就订婚了 有有 我特意去了解过 恭喜段女士升级粉丝登牌六级 这是在哪儿呀 女后的彩虹 家人们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有没有粉丝登牌等级比较高的 咱们连连卖聊聊天 要做成入酒 你单数结婚了 什么意思我不懂 咱们有没有粉丝登牌比较高的 方便聊天的 咱们上来连连卖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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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算 是不是断 是吧 搞不来家人们 我搞不来 这个怎么回事 肯定需要了解 这个是 对彼此负责任的一个表现 因为 就像你们的孩子一样 他们要结婚 要什么 肯定也需要花时间 去了解 去彼此磨合的 今天吵 明天吵 今天闹 明天闹 那 怎么办 我都三四个孩子了 怎么可能 绝子绝孙 用户1487 你说你说这话 真的是 对合得来的时期 成熟 结婚 顺其自然 来家人把顺其自然 打在公屏上 咱们把顺其自然 打在公屏上 家人们 对 这个事情得顺其自然 家人们 千万不要去吹 本身遗嘱的规矩也多 对吧 家人们 感谢KG 来 咱们把顺其自然 打在公屏上 你好像工作看得太重了 我都 我说实话 我从一个白手其家 什么 什么都没有 走到现在 我已经付出了八九年的时间了 我肯定在我事业上面 我肯定想要有一个结果 我想达到我自己想要的这样的一个高度 如果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我每个月拿着三千的工资 四千的工资 那我可以不顾一切 无所谓 我可以 那我就不会什么 我就不会 等到现在了 家人们 八年的八九年的时间 我没有一天的休假 知道吧 家人们 你们知道八九年是什么概念吗 因为我不会去讲别人的好 也不会去讲别人的不好 磨合是对彼此负责任的表现 我不想分心 家人们 你知道吧 我不想分心 双丰收才对 很难 很难 家人们 很难 我为了失业和家里面的陪伴 那我也选择了失业 那没办法的 我也想天天在家里跟我爸妈天天栽一块 有些时候 没有办法 不是先成家立业 在我的认知里是什么 业力加成 当你的事业稳定成功了 你的家才很容易 越宁是三级 我认为是业力加成 而不是神家立业 你脱家带口 你内心有牵绊的时候 你做事情是很难 沉下心来做事情的 这是我认为的 恭喜卢云辉升级为粉丝登牌 六级 对啊 叶安安为了事业都37岁了 有事业才有钱 不仅是有钱 而是什么 是能够给身边的人一个足够的安全感 感谢牛奶奶送来的粉丝登牌 家人们新年快乐 家人们新年快乐 这个事情 家人们不要催我 我希望的是什么 就是这是一个水到渠存的一个过程 好不好 家人们 就是这个事情 其他的事情 我可以答应家人们 你们说要把阿子带在身边 你们说要我早点表白 或者说你们让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但是结婚这个事情 我很慎重 我看的比什么重要 好不好 家人们如果我结婚了我就不会在 考虑其他方面的事情了 因为我也是一个很专一的人 好不好 家人们 这个事情 我希望 我是一个专一的人 我也会做一些 比较深重的事情 因为我希望的是什么 我希望的是什么 我的感情就是简简单单 我不希望轰轰烈烈 但我希望简简单单 好不好 家人们 我不希望就是事业 我可以轰轰烈烈烈 但是感情我需要的是 就是简简单单 就是多一些 就是 就是 长时间的相濡以沫 知道吧 家人们 对 男人应该事业成功 才会给家人带来 对 简简单单 长长久久 对对对 赛亚说的非常非常 我非常非常认可 也是我心里面 我想表达的意思 就是简简单单 长长久久 就是不要有那么多的事 我这个人最怕的 就是麻烦 知道吧 我怕给家人们带来麻烦 每次家人们打PK 支持我了 我都会去 去用我的方式去感谢 因为我怕给家人们 带来麻烦 同样 我也身边的朋友 也是一样的 我不会轻易的去麻烦别人 我这个人怕麻烦 也不愿意去麻烦 轻易去麻烦别人 对 我想的就是 就像这个粉丝说的 咱们用户497 只要他在我身边就可以了 好不好 只要在我身边就可以了 就 对我们要做一个 有情有义的人 就是别人支持帮助了我 我们就要加倍的去回报 阿子家的麻烦是一定很多 我知道 包括到现在 一会儿阿姨墨又要回家相亲了 一会儿他妈又跑 阿子的小妈又跑了 一会儿 这一会儿 那就是 针对这些事情 我想我的观点是什么 我就希望阿子自己去处理 我也相信阿子能够去处理好 感谢 感谢尤其群送来的 这个这个这个 我希望这些事情 我就希望的是什么 他自己能够独立的去处理好 就可以了 如果实在他处理不明白 那么我会告诉他怎么去处理 我会给他一些建议 有的粉丝说五年有变化 那就算结婚了五年也会有变化 是吧 我要的是没有变化 不管一年两年三年 对吧 也不一定非得说五年 那么一年两年三年 那么感觉到了 对吧 大家都想结婚了 那就去领证去结婚 对吧 大家的感觉都好 都觉得已经到了那个结婚的底了 对吧 咱们就去领证结婚 然后办酒席 邀请所有的家人们来个参与 对不对 给家人们 请家人们喝喜酒 是吧 对感情到位了 就自然结婚了 我没有说非年五年三年 就是可能半年 也有可能一年 也有可能两年三年 甚至五年 我说的是甚至 对不对 城里面结婚的都晚 我儿子三十岁还没有结婚 对 三十岁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应该是一个坎 一个什么 人更稳重的一个坎 感谢关注 感谢余生 我认为他是一个坎 他三十岁 以前很多的时候不稳重 冲动 包括 就是不成熟 三十岁以后 相对来讲会更成熟 更稳重 是吧 对 就是我 其实我想表达的不是说 一年 两年 三年 五年 感觉到位了 就是说啊 彼此双方心里面都有 想去结婚的冲动了 那结婚 我认为就水到渠成 是不是 家人们 今年不结婚 如果说今年发展的两个人发展的快 我也不介意今年结婚 那两个人发展的没有那么快 那明年后年也是有合理的 对不对 家人们 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今年如果发展的快 那今年下半年也可以 那么今年发展的没有 没到那个点 咱们明年后年 其实也也也不是不可以 是不是家人们 因为我跟阿子 还是需要什么了 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培养 这种这种磨合 因为有些时候我也感觉什么了 我也感觉就是 他想的和我想的不是一样的 知道吧 他肯定 他在他的认知里面 他认为亲情更重要 但是在我的认知里面 我认为事也更重要 知道吧 家人们 还需要双方 我跟他两个互相去妥协 互相去磨合 这需要时间 需要过程 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正确的 家人们支持的也可以打一个支持 不支持的打个不支持 因为阿子更在乎的是什么 他的家庭 他的亲人 我更在乎的是什么 我的公司 我的事业 我公司背后所有员工的家庭 那么我俩其实在这些方面 是有一定的矛盾和冲突点的 那么也需要我跟他两个去考虑这样的事情 以后有一致的观点 那么就不会有任何的矛盾 就没你看就像咱们直播间 现在很多人支持我 很多人也不支持我 因为就是这种在这种事情的面前 我认为在这种事情面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站位的点 你看现在你看就我说的这个情况 咱们直播间 咱们直播间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家人们的想法都是 都是不一样的 好多家人们支持 也有好多家人们有自己的想法 对不对 家人们 我跟阿子 其实我很理性的看待 我跟阿子 首先有几个障碍 有几个障碍 第一个障碍是什么 是我跟他之间 就是我接触的这些圈子 和阿子接触的圈子不太一样 那么在工作上面和处理处理事情上面 会有一些障碍 第二个障碍是什么 就是就是民族文化上面是有一定的障碍的 就是 我们现在我们这边的这些习惯 和他们这边的这些就是民族文化 是存在一定的差异 是存在的 那么这些也是需要我跟阿子共同去处理 家人们同意的 咱们打个同意 事业第一 对对对 你看好 很多家人们说的 这个是跟我 事业第一 结婚第二 这个跟我的观点是一致的 就是包括第三个 第三个 第三个矛盾冲突点 就像我不知道阿子 着不着急结婚 至少我是不着急的 因为我想把事业做好了 再去结婚 如果我去分心了 很有可能一年两年三年过后 我的公司就像那个谁的公司一样黄了 那又怎么办呢 所以我对他的想法就是简简单单 他就好好陪着我 哪怕他不直播了 他就好好陪着我就也可以 哪怕我跟他都不直播了 我们就好好的去把这些公司搞好 咱们在事业这条道路上面相辅相成 共同进退 其实也不错 家人们 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哪怕我们不直播了 很多人说直播 我是在利用阿子 其实我是更多的是想成就阿子 而不是利用阿子 哪怕我们不直播了 我也可以让他生活的很好 对不对 就是他或者说他把他们的父母 他父母那边的事情 他家里面的那些事情全部搞定 甚至如果说他有这个能力了 以后有这个能力了 能够把我父母这边的这些关系搞定 那我觉得那到结婚就比较近了 距离结婚就比较近了 他能搞定他自己父母 又能搞定我们这边的父母亲人 对吧 家里面的事情他能搞明白 那事业上面我来 家里面的事情他来 这也能够让我有一种 这种想结婚的点 但是现在还没有 我不需要什么 他挣多少钱 或者他家里有多少钱 不需要 这样的话 他会很累 但是我希望的是 他能至少把这些亲戚关系 能够搞明白 还需要时间 对这些事还是需要时间 那样的话我能够放下心来 专心的去搞我的 想做的事情 如果这都要求很高的话 那我 我宁可不结婚 就说实话 如果说这都 这都要求很高 我不会去 去想 想结婚的事情 如果今天这家里面的事 鸡飞狗跳 外面 外面我是 我的自己交头难额 那我不会去考虑结婚 就是家里面鸡飞狗跳 工作上面交头难额 那我是不会去选择结婚的 因为我现在我们这样的这种条件的话 相对来讲还是没有什么经济压力的 首先是没有什么经济压力 也不需要他去打工 两个人打工 甚至两个人分居两地 现在我好多好多 其实你们身边 我像家人 你们身边 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们身边有很多的这种小年轻 很多其实小年轻都没在一块 一个在家里面 然后另外一个小年轻出去打工 在工厂里面之类的 这种其实是很累的 至少我不会说让阿子出去打工 或者说我去打工了 阿子一个人在家里面 来打一波理解万岁 对不对 你们身边有很多小年轻 对不对 有的是老婆生了孩子 在家带孩子 老公就是在外边工厂里面 或者说在外边工地上面打工的 是不是 其实我至少我能够给到阿子什么 就是他随时能够跟我在一块 也不论为金钱发愁 但是他需要帮我 我希望我的老婆 未来我另一半能帮我 把未来把家雇好 我能够专心的去搞事业 搞事情 对不对 两个人 我认为两个人两口子过生活 应该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我认为是这样的 一定是互补 对不对 家人们 我是不希望我家里面 就是我以后 不管我的家 阿子的家 都是咱们自己的家 我不希望的是什么 我不希望的是家里面鸡飞狗跳 我在外面又搞得焦头难额 那样人会崩溃的 是不是热到你 家人们 那如果说他能把这些事情都做好了 那我也离不开他这样的好女人 对不对 家人们 如果他能把这些事情都出你明白 那我肯定我都离不开他了 那那个时候都是我吵着他 我说阿子 咱们早点把婚结了 我也怕他跑掉了 对不对 我还怕他跑了呢 是不是 家人们 这千万不要说什么 就是家里面搞不明白 然后工作上也搞不明白 这样的话 吵不完的架 闹不完的矛盾 事业上面他不 我希望的是什么 事业上面他不要去担心 不要去管 家庭上面他能够顾明白就好了 这样的话 大家都会很轻松 对 结婚是很现实的事情 是两个家庭 甚至三个家庭的事情 对不对 家人们 感谢树姐 恭喜树姐成为咱们八级粉丝登牌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因为恋爱是随时可能会分手的 结婚也可能会离婚 那么如果当初选择是对了的 磨合是对了的 那能够白头偕老 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感情 而不是短暂的 一时的冲动 觉得我说的对了 家人们直播间打个对子 我认为就是这种感情 一定是长时间的磨合 而不是短时间的冲动 当脑子冷静下来过后 一堆的矛盾 现在大家彼此还有退路 那一旦你结了婚过后 大家都是二婚 那我会害了他一辈子 他也会害了我一辈子 对吧 家人们 如果我们草率的去闪婚 之类的 对不对 而且我现在的这个现状 我对我的家庭是 我对我的父母 对我的亲人是有所亏欠的 因为我特别少的时间去陪伴 那么我接下来 我找的老婆 她能够弥补我这方面的亏欠 对我的家里人好 那我也离不开她呀 对不对 女主内男主外 咱们家 咱们直播间的所有很多粉丝 对不对 很多家里面应该也是 女主内男主外 甚至特别是 女方这边生了孩子以后 很多都是在家里带孩子 或者说 对不对 家人们 因为我需要的是一个贤妻娘 我需要的是一个贤妻娘 我不需要我的老婆 未来能给我挣多少钱 我不需要 但是我希望的是什么 她能够把我这个家顾好 因为我家里面亲戚朋友也多 这种人际交往也多 我不需要她以后出去抛头露面 去打工 我不需要她去挣钱 我是不需要她去挣钱的 卡了吗 对好多女性又主内又卢外 就是很辛苦的 就是很辛苦的 我认为女性的话 就是能够找一个好一点的老公 把家里顾好就行了 阿子现在心里面不够坚定 对这个也是我担心的一个点 对不对 你看有两次了 第一次在乐山 然后她觉得就是给我们添了很多的麻烦 然后去成都了消失了一次 后面我们在湖南 她又觉得她被我被那个冒充我老婆的人刺激伤害了 又消失了一次 其实我是很担心的 有些话其实我不能这么去 我感觉我也不能这么去说 但是我是有担心的 我需要怎么 她跟我两个之间相处时间久一点 然后对我信任更深刻一点 当面临类似的情况的时候 将不再软弱 不再犹豫 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跟她之间的感情就会变得更牢固一点 那需要时间 这些都是需要时间去磨合的 所以我说如果感觉对了 对吧 咱们感情也足够深了 那么今年结婚也可以 对吧 如果这些都不具备的话 那有些时候还是需要什么去相处 其实这样的话 对彼此来讲更负责任一点 现在我跟她俩认识才三个多月 那以后没事 阿子开直播就说 我这儿不好那儿不好 对不对 以后我开直播说 阿子这儿不好那儿不好 天天抱怨跟个怨妇一样的 那家人们得多为我们多担心 是不是 家人们我说的对不对 如果有一过段时间 我比如说我俩吵吵的去结婚过后 过个三个月五个月 阿子开直播说我这儿不好那儿不好 我在开直播说他这儿不好那儿不好 天天吵架 那家人们得多担心 家人们得多自责 家人们说 导致到当初让他们多相处相处 不要那么着急的去结婚了 对不对 到时候很多之前一直催我们早点结婚的家人们又多得多自责 对不对 家人们 对对对 咱们用户632说的很正确 相互理解 努力沟通 取得一致 对对对 不要认为结婚就安定 反而结婚不一定安定 结完婚过后两个人都会有私心 我我比如说他跟哪个男的在一块 怎么样 说说几句话 我都会吃醋 甚至我跟哪个女孩走得近一点 他也会吃醋 结完婚以后 会更多更多的什么 就是 就像看奶奶这个事情啊 你讲什么 就是看奶奶这个事情 其实我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就是 正可能他去把这些事情解决 因为我 我在 在在 搭梁山 陪他待个三天五天 是不太现实的事情 知道吧 家人们 而且我过去 其实我也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 这是我认为的 如果说 在经济条件 不允许的情况下 那么需要 需要我花钱 我会毫不犹豫的拿出来 或者说 需要我 需要我什么 就是 比如说 说的难听一点 如果说 家里面 其他的亲戚 有什么 重大的这种 什么 重大的这种 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 我能用我的人脉 用我的官具 去搞定 这也是 我能做的 对 需要更多的去了解 再考虑下一步 我说一说 我说 咱们未来 一年 两年 三年 是有可能的 甚至五年 对吧 而且我也给 就是 虽然说 我没有去看 但是我也 发了慰问的红包 对不对 太远了 不是说 就是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那我不去 那是我的问题 但是太远了 家人们 太远了 我开车 得开七八个小时 而且 中途有一段路 是属于 就是海拔比较高 而且下大雪 封路 知道吧 家人们 是下大雪 封路 那多危险呀 就是 咱们 咱们还是得 根据实际情况 去什么 去 考虑这些事情 而且 而且现在是什么 而且现在是什么 什么 就是 现在 现在快过年了 我公司里面的事情 确实也比较忙 那么 过年 这几天 我肯定得 回家里面 来看一看 家里面这么多 对不对 他们那边的 他们要翻越雪山 很危险的 家人们 现在我 就是这边 前段时间 降温了 前段时间 降温了 下大雪 我根本 也回去不了 你们也看到 那个 那个五种 五种 回去 他们堵在 堵在那个高速路上 你们看到没有 对不对 我给 我给阿子也把红包也发了 那么 关心的话 我也说了 对不对 很危险的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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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情况下面 如果车刹不住 很有可能就 就掉进万丈悬崖了 对吧 家人们 因为那种 那种路的话 如果说你 你你车 车 但凡有点意外 很有可能就 就掉进悬崖里面了 他是在 他们的 那个路是修到 整个山上 悬崖峭壁上面的 盘山公路 知道吧 家人们 你们不知道 情况 是吧 所以说 我说 对 就是到大梁山的路 是很危险的 对对对 而且那里面 随时 随时都有 有意外 所以说 不是我 不 不 不去 第一 距离确实太远了 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最近的路 确实不好开 有 有下大雪 那没办法 是吧 家人们 这是我该做的 我都做了 明白吗 家人们 来 支持我的家人们 打一个支持 好不好 因为有些 有些事情 我不是 我没有在 最近给家人们 直播的少一点 给家人们 直播的少一点 说一说 很多实际情况 我也要给家人们 去讲一讲 到底我的出发点 到底我的出发点是什么 我为什么会这样去做 我会给家人们 讲 我心里面 是怎么想的 那么我就会 怎么去给家人们 讲 因为我也没有 经过大脑思考 这是我脑子里面 最真实的 想法 就算我去了 我很理性 家人们 我说实话 我很理性 我去了 我能做什么 无非就是 我坐在医院里面 呆着 其实这个时候 更多的不是我过去 而是什么 而是阿子的这些叔叔 叔叔 阿子的家里面的 这些亲的叔叔 这些 这些长辈 该出来 去关心 去陪伴 对不对 我认为我们这些 当晚辈的 更多的应该是什么 提供经济上面的支持 而不是时间上面的 我认为是这样的 因为这些陪伴 是应该长辈去做 因为长辈 可能干农活 什么的 我认为就是 可能相对来讲 时间就会 稍微充裕一点 那么他们去陪伴 我们作为晚辈的 多去挣点钱 才能够 让这个家 有 安全感 我是这么认为的 家人们觉得 我说的 对的 阿子的爸爸 应该是 按照 我不知道 家人们 我不太清楚 阿子的爸爸 兄弟姐妹 应该也蛮多的 阿子的爸爸 的兄弟姐妹 应该蛮多的 因为遗嘱 很多一家人 都是四五个 五六个 所以说 有些时候 阿子的家里面的 这种情况很复杂 其实我也不太想 拿来直播间讲 因为如果 我又不去讲的话 家人们 很多时候 也不能理解我 知道吧 觉得我应该 这么去做 应该那么去做 因为有些时候 很多家人们 发私信 给我说这些事情 我也 我也就是 接着这个时间 在直播间 讲讲 我的观点 奶奶 应该是父辈 该做的事情 父辈 如果说经济有压力 那么我们当晚辈的 我们再来大把手 我认为是合理的 而且如果说 确实 阿子家里面的 经济条件不行 那我一定会出手的 哪怕 花的所有的